在有钱有势,都很难请来的明星。成龙只排第四,第一谁都请不出来。 现在娱乐圈中,片酬越来越高,很多的当红明星,片酬动辄就几千万,当然了,没有谁会嫌钱多,谁不喜欢钱呢? 但是,也并不有钱,就能请来任何明星的,今天,教授就给大家扒一扒,那些有钱也请不来的明星。 圆秋,位列第五,圆秋算是老一辈的艺人了,因出演了周星驰的电影《功夫》被大家熟知,他这一辈子,几乎没有演过主角,但是他绝对是金牌配角了,演技更是炉火纯青。 传闻周星驰排戏,想要请他出山,都请了三次,可以说是现代版的三顾茅庐了。 成龙,位列第四,成龙已经火了这么多年了,绝度是娱乐圈中的大哥了,而且成龙的名声不仅仅是国内十分知名,就连在国际影坛,都有他的一席之地。 成龙的功夫喜剧也是自称一派,成龙这几年,也陆续有排新的电影,虽然年纪有点大了,好在老当义壮,如今想要请动成龙,虽然十分的难,但要是有十分可观的片酬,和成龙喜欢的作品,也还是有希望的。 红金宝 刘国梁能不能算一个? 红金宝的上一部戏应该是我的特工爷爷,电影中,红金宝也已经不复当年之用了。 李连杰 魏列第二,李连杰年轻的时候,连续五年,拿下了全国武术全能冠军,而他在电影中的形象,也是个个都十分能打,谁也没能想到,上了年纪的李连杰,会重病缠身,先不说有没有人能出得起钱,李连杰现在的身体状况,都已经不允许他再拍戏了。 周星驰 周星驰,魏列第一,周星驰绝对是一个天才,可以说是这我国喜剧史上,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了。 林子聪曾说过,周星驰如果能出镜,一秒一百万都值,可惜,再也没有人能请动周星驰了,就连他自己导演的戏,他都不愿意再出演, 哪怕一个镜头都没有。大家觉得,谁才是最难请的呢? 对,谁才是最难看的。 对,谁才是最难看的。 对,谁才是最难看的。